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楚国考列王在位的时候 他手下的宰相叫春生君 这春生君呢 当时在各国都是非常有名望的人 也非常敬忠于楚王 这些是楚王呢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没儿子 你说没有儿子 那就意味着是没有继承王权的人的 怎么办呢 春生君为这件事情很担忠 起初 他是推荐了几个美貌的女子给楚王 但是这楚王呢 还是没儿子 估计的楚王啊 当时可能是患有不孕咒 当时他不知道 怎么办呢 大家为这件事情都很着急 说有一次啊 春生君手下的食客 叫李源回老家 他老家的赵国 可是这次一回去啊 回来耽误了几天 春生君就问了 说你怎么回来晚了 李源就说 哎 别提了 都是因为我妹妹 春生君问你妹妹怎么了 李源说 哎 都是因为我妹妹啊 长得太漂亮 这次我一回去啊 骑国 来了一帮骑梅的 你说我答应谁 谁不答应谁啊 所以我就只好是一礼相待吧 把这些人都给打发走了 所以就耽误了几天 春生君说 你妹妹这么漂亮 改天待过来 让我们也见见呗 李源说可以呀 转过天来 李源把他妹妹给领来了 春生君一见李源的妹妹 我真长得特别漂亮 春生君就觉得 他两只眼睛有点发直 李源在一旁 应该意思 他说 我看 您瞅着我妹妹很好 不如这样 我就让我妹妹 侍奉您 您看怎么样 春生君一听 这个 好吗 最后于是就好了 春生君对李源的妹妹 宠爱有下 两人就在宰相府里面过上了 说这一天 明月当空 两人在这窃窃私语 李源的妹妹就和春生君说 说我知道 您哪很喜欢我 我呢 也很爱您 但是我想到 您有一件大事 值得考虑 春生君说 什么大事 您在楚王手下当宰相 已经当了二十多年了 我知道 您这个人一向为官亲政 这二十年来肯定就得罪了不少的人 而现在楚王他没有后裔 他的继承人是谁 我们都还不知道 而要是楚王他的继承人 不重用您的话 那么你二十年来得罪这些小人 可能就会上来 到时候 您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哎呀 春生君一听 没想到你一个女流之辈 也能有这样的远见着实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这话说起来怪害臊 咱们俩谁跟谁 你就跟我说吧 我要说你可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你说 跟你说吧 我跟您在这个时间 已经怀有您的鼓咒了 我是想呢 请您把我 尽献给楚王 我以皇后的身份 生下这个孩子 而到时候 楚王就得把立他为太子 而你想 楚王宴家时候 这个孩子继承王位 你的儿子对你能差得了吗 到时候 你就能在楚国悠悠哉哉 做人的宰相 甚至就能当上楚国 不挂你儿子太上皇了 哎呦 春生君一听 说得有理 于是隔天呢 就把李渊的妹妹 敬献给楚王 对楚王一见李渊的妹妹 哎呦 果真长得特别漂亮 两个人就在公院里边 摸上了 十个月之后 李渊的妹妹 产家一子 楚王就把他立为太子 把李渊的妹妹 立为皇后 而李渊呢 也不再是 春生君首相时刻了 就进了宫了 掌握了大权了 春生君一看 这件事情看起来 可以算是皆大欢喜 但是在这个什么 春生君手下的时刻 叫朱英 就和春生君见见 说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 有意想不到的福 还有一想不到的祸 更有意想不到的真 您知道吗 春生君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朱英说 意想不到的福 您在楚国当中 二十年的宰相 这是意想不到的福 而意想不到的祸呢 李渊的妹妹进了宫了 这件事情我可知道 因为李渊跟我说了 您认为这是件好事 我认为这是件大祸 将来楚王厌价 李渊主掌大权 他肯定就得把您给铲除掉 而意想不到的人呢 也就是我 您可以把我推荐到曹刚之中 我可以左右李渊 春生君一听就笑了 说哎 李渊这个人呢 胆小怕 是他不会加害于我的 何况当初是我们两人商量这件事啊 朱英说好 既然您这么想 我告辞了 朱英走了 不但说走了 还离开楚国了 不久之后 楚王厌价 果然 李渊就把春生君招进宫内 但是那春生君一走进宫门 就被埋伏在门旁的刀扶手乱阵分尸 宰了 宜花经这个成语由此流传下来 宜花经这成语啊 就是说花草 黄母可以用枝条 架结 而人呢 也可以利用一种假象来掩盖真相 其实真正的真相 是另一种样子 好了 这集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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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